第四集 声明说,旭军方对大马士革南部哈杰尔艾斯沃德镇和伊尔木克巴勒斯坦那民营的伊斯兰国,据点连续发动精确打击,打死大批恐怖分子,军事行动的胜利意味着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各种形式和明目的恐怖组织被彻底清除。 记者21日在刚被续政府军收复的哈杰尔艾斯沃德镇看到,当地建筑和设施在军事行动中,遭到严重损毁,到处可见炮弹爆炸形成的弹坑,多处升起浓烟。 大量政府军士兵已进驻当地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政府军从20日下午至21日中午在哈杰尔艾斯沃德实施了人道主义停火,停火期间允许当地妇女和老优撤离,此后恢复军事行动。 有媒体20日报道说,根据续政府军与当地伊斯兰国达成的协议,武装分子投降后,可携家属撤离。 但这一说法遭到续官方否认,一名政府军士兵,21日则告诉新华社记者,上千名武装分子及其家属,从20日起,撤往续东部地区。 4月14日,去政府军宣布全面收复反政府武装,在大马士革周边,最后主要据点东谷塔地区。 此后,政府军开始加快收复大马士革周边其余武装分子据点。 一个多月来,大马士革北部东加拉蒙地区河南,布拜特赛赫姆、巴比拉和亚勒达三镇的反政府武装,先后完成撤离。 记者郑一涵 请不吝点赞 订阅